各位朋友大家好 红衣法师有六句话 如果能够听进去的话 烦恼即消啊 第一句话 凡是你所能控制的 其实是都控制了你 当你什么都不想要的时候 天地都是你的 欲买桂花同载酒 终不似少年游 所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啊 就马上就执行就可以啊 等到八十岁再出去的时候 那个效果完全就不一样了 第二句话 遇见是因为有债要还 离开是因为还清了 前世不见 前世不欠 今生不见 今生相见 定有亏欠 第三句话 缘起 是我在人群中看见了你 缘灭 是我看见你在人群中 如若流年有爱 就心水花开 如若人走情凉 就手心自短 这要保护好自己啊 在人生的旅途上总是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 第四 不要怕失去 你说失去的本来就不属于你 也不要害怕伤害 能伤害你的都是你的结束 繁华三千 看淡即是浮云 烦恼无数 想开便是晴天 第五句话 你因为错过的是遗憾 其实可能夺过了一劫 别贪心 你不可能什么都拥有 也别灰心 你不可能什么都没有 怨所不怨 不如心甘情愿 所得所不得 不如心安理得 第六句话 上天让你做不成 那是在保护你 人生各有渡口 各有各州 有缘躲不开 无缘碰不到 缘其则尽